很狠心的是我 骄傲的是我 我等不到你电话 就每天到学校去等你 可是我再也不肯主动去找你 我没有想到 有了那个时候 你已经被那个男人给残上了 如果我不那么软弱 不那么骄傲 如果 如果我知道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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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在这儿不下来 我上面找他去 陈先生 您 你不能这样子走开 我去找他有事 你不能上去 跟你说了我儿子睡觉 请你小声一点 大嫂 他睡什么觉啊 我知道 他为了沐正非给他抢女人的事 躲楼上不要见人是吗 老陈 请你自重 不要在这里撒野 我撒野 大嫂 我看起你不知道群众 你知道这十几年来 那沐长河是怎么对待少迁的吗 他像房贼一样房贼你知道吗 好了好了 不要跟我提出沐长河沐黄河 早在十年前 我儿子就不应该跟这个人扯上任何关系 可他那么多 是为了保护你政府的产业啊 前夫 这就你又来了前夫前夫 怎么了 少迁啊 你马上不让我见你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我还想问你发生什么事啊 小河那一切都安排好了 饭局都准备了 可是你倒好 不但人不去 电话也不接 现在全砸了 害得小河没办法 给我打电话问怎么办 你说 怎么办吧 不关他的事 是我给他吃了安眠药 让他睡觉的 大嫂 马先别说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沐振飞跟我抢什么女人啊 就是你跟那女人的事 别人捅出去了 网上登出你们两个照片 后来沐振飞跳出来 说什么那个女人是她的女朋友 你说什么 少迁啊 你不知道啊 大嫂 她真不知道啊 这次就过去了 所以没告诉你 这次就过去了 省得你烦心 少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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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呢 老马昨晚在墓地守了仪 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少迁 你去哪儿 走开 不得开车 少迁 不要管我 不要跟着我 少迁 少迁 莫先生 快 放手 我不想再说了 倒水 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 我一直忍 我一直忍 直到现在 很久之前我一直在想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如果你知道 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如果你知道 但是我不敢去找你 啊 啊 小圈 小圈 不要 不要 那时候的第二天 我就去找过你 可是你不在 第三天 我又打电话给你 你还是不在 我跟你舅舅说 让他转告你 我会一直等 但是你却没有回我电话 我等了你几个星期 还是等不到你电话 我没有想到 你会那么狠心 那么骄傲 不是 舅舅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你曾经找过我 也许他那个时候 正下把我给卖了 不想让我再见到你了 我以为是你狠心 是你骄傲 不是 原来狠心的是我 骄傲的是我 我等不到你电话 就每天到学校去等你 可是我再也不肯主动去找你 我没有想到 原来那个时候 你已经被那个男人给缠上了 如果我不那么软弱 不那么骄傲 如果 如果我知道 如果我 你不肯主动 你不肯主动 到底什么真相 你说 你干嘛 放手 高兴 你别管 他是我姐夫 放手 那些照片 是不是你放上网的 那我看你 问的是昨天还是今天 我就知道一开始你就看上他了 是不是 所以想尽办法把他抢走 你先把他舅舅的身份揭发了 你以为这样他会跟你走 结果他不理你 你心想 这样的女人 一定要教训教训 所以你就把他身份揭发好 还假装好人 自认他男友 是不是 姐夫啊 你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 你知不知道 他最害怕 身份被揭穿 你知不知道 喂 你放手 高兴你别管 你躲开 那你就别逼他做这种女人 他最怕身份被揭发 那你呢 你最怕失去他 胡说 我有话 你看看你自己 平时那个鱼棍褚褚 冷得像为兵的魔少亲 现在呢 一身脏一身臭 胡言乱语 你多久没有洗澡了 你多久没有换过衣服了 你闻不到你身上那股臭味了 同学走了你就变成这个样子 他一走你就活不了了 你为什么不承认你爱他 闭嘴 你不承认 高兴 我说了你别管 他骗你我可以不管 带他打你我不能不管 别跟我演戏了 他在哪里 说 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我没有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就算我知道了 我也不会告诉你 你说不出问题 喂 你放手 说不出问题 牟长家连晕倒了 现在送到医院里去了 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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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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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有你电话 你的电话 你接我 喂 子歇 你在哪里 我在朋友家里 什么朋友啊 你不认识 有事吗 明天一起吃早饭好吗 我今天晚上会在朋友家里过夜 再打给你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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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